有哪一些,比如说BMI这个讲过了,然后BMI的其他像性别等等的 还有就是说,像这个运算,我想有兴趣的东西,就是加减乘除有五个按钮 或者你可以做成那个radio,有没有,单选的加减乘除 这个计算结果出来,当然你也可以跳页了 因为这一题也是,底下有一些相关的程式码可以参考 选课系统这个是上个礼拜讲的,我们有用了两个选单式的 这个我想前面也做过,那再来就是说8-5-2 这个范例其实就是,比如说你买东西买多少个,数量乘以单价 那有没有打折,最后做出来会有个金额 但是我们是用alarm,但你也可以把它改成跳页 做的话当然你有时候一下可以野心不要那么大 而且你可以先做这个跟这个,先不要打折 然后计算总价,跳过去,那我这边有一个做好的,类似像这样 反正就是做出来,不外乎就是说你要买几个 有点像电子商务一样,其实现在电子商非常夯,各位应该也知道 现在非常缺这方面人才,那一样买多少东西,按个计算 一样可以跳页,跳过来,总价多少钱 那只是说呢,当然你后续还需要一些把这些数字储存起来的相关 比如说存起来,存在哪里 然后相关的,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小量的资料可以放在local storage,大量资料可以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就下一个部分要讲 所以请各位,这个 那再来就是加上有没有打折,打几折 那打九折,打八折 你说老板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点 好,就打到骨折好了 不过最讨厌那种人就是,已经跟你杀架了 然后就跟你讲,老板抱歉我不买 怎么办呢,这种人 那你就不要杀架啊,最讨厌这种人的,对不对 跟你杀架,算便宜一点,算便宜一点 好啦,算便宜一点,然后最后我不买 对不对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当然 像最近也是有一家那个外来 好像新加坡来的那个什么虾皮 是虾皮吧 虾皮购物嘛,对不对 那他也是用APP开始起家 而且现在几乎快要把露天啊 这个就是交易量都倒过去了 他完全免运费耶 可是至少他把流量吸引过去了 只是说不知道他能够烧多久 而且他几乎都是用APP去做操作 但是现在好像也有网页版 只是网页版好像不是他主要的 另外其实很多公司 像电商他也跟你讲说 如果你用APP购买的价钱是比较便宜的 也类似这方面 所以这个我想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等一下请各位 再把这个稍微练习一下 就是数量承担加按计算 也可以跳过来 那这个也是跳页的练习 那再来下一次上下个礼拜 也许我们再来就要再往前推进了 里面的话请各位回去 可以先把那个我们后面 Local Storage 还有就是Web SQL 另外可以把这两个的东西 可以变成一个祭祀本 以后的话你可以自己写一个自己的 那个自己的 祭祀本 以前不是要写一个本 不用啦 你就在APP写 然后什么事情 内容是什么 甚至自动帮你加上什么 加上今天日期就好了 对不对 OK而且写在非常简单 主要就是上面两个你学会的 可以把它搭在一起 甚至可以再加上一些购物啦 不过Google地图 我觉得这个应用也非常简单 你等于是利用Google地图的外挂 挂进来 那以后呢 你可以把所有吃喝玩乐的景点 通通包进来 那当然包进来 如果你数量大的话 前面我们有讲过 你可以把它放在正列里面 那就可以把它做个清单 那这个正列的来源 你可以是一个Jetson党 Jetson党嘛 也许你可以是开放 像现在政府很多开放资料 有没有 其实很简 你可以把它整个拉下来 放在你的APP里面 显示出来 各位可以啊 可以配合我们前面讲的 有没有动态的那个 动态的清单 这个动态清单来源在哪里 从网路上的一个Jetson党 谁开放的 政府开放的 所以它上面 变更你手机里面的讯息 也会跟着变更 是非常容易办到的 不过 这个都是一层一层的啦 当然如果你前面东西没学好 你后面就 就会很多问题 也就是后面可以再把 这些资料抓下来 里面当然如果有那个什么 比如哪个地点 吃喝玩乐景点 等一下就可以跳出地图 哪个位置 相关的东西啦 那可以 回去的话可以把那个 尤其local storage 这边我放了一个PDF档 请各位回去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当然 什么叫local storage 它其实就是HTML5 特别是最新的标准 放在哪里 放在client端 就是手机端 但是这个东西 也可以用在网页设计 也可以用在我们的 就是我们现在开发的方式里面 那以前是用cookie啦 不过cookie最大 会有那个什么 容量限制 我记得是1024 byte还是多少 还是4k的样子 非常小 而且很容易被骇客 把你的cookie给读取 就可以知道你的账号密码 所以以前用cookie非常不安全 那主要是用这个local storage 来取代 那这个东西是永久性的 存在你根木屋里面 我之前记得好像 它是一个XML的档案 那里面就是一个key value key value的架构 什么东西 它里面的值是什么 所以你会给一个key 给一个value 用key去读取它里面的value 就是一个边 其实你可以两个栏位啦 一个就是编号 一个就是里面放什么 一个编号 一个就是两个栏位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的资料很简单 就是两个栏位 编号什么资料 那你以后可以透过什么 编号去抓到里面的资料 秀出来就好了 那这个用在一般的简单济式也就足够了 不过它可能如果说你放什么事情 详细内容是什么还ok 可是如果你多一个栏位 就是什么 记录日期 那怎么办 没地方放 那怎么办 还有一个方法 你就是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编号 内容 可能放记的什么东西 底下顺便偷偷放一个什么 日期 变成要放一起 它的缺点 如果你栏位很多的话 那你恐怕要用 那个Web SQL Database 多栏 但是相对起来 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要一个动作 set set item 就存了 那怎么读 get item 告诉它 什么key 就是什么编号 就读出来了 所以非常简单 蛮推荐的 因为这东西现在 那主要是什么 最大容量5mega 5mega可以放多少东西 各位知道吗 1mega的话 如果以那个算的方式 一个中 现在都中英文 都两个拜承 所以呢 1mega大概可以放100万字 2mega放100万字 5mega的话 大概就放2.5万个字 2.5万个字 跟这样 应该是2.5百万 百万个字 那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字 容量应该够了 然后呢 它怎么样 无法跨网域 因为它只会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所以别人的资料 当然如果你要交换 还是非得要用放在后台 放在server上面 它的其实是key value 我想各位回去再稍微 那就是get取得 set存进去key跟value 移除的话是remove哪一个 clear是全部删除 总共有几个是lex key的index是哪个锁引值 那这边的话有相关的东西 我想回去可以自己再先了解一下 有关local storage 另外的话有关什么呢 web SQL 资料库部分 这个就比较更困难 SQL 不过这个SQL指的是在手机端的SQL 那这个部分跟我们Android Studio 以前用的是那个SQL line的资料库 基本上是非常的相近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的副档名存起来是.db 但是我是觉得它操作起来好像又比较简单 不用像以前那样的方式 还要引用SQL的那个类别 那这个不用 会稍微简单一些 所以回去的话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要使用到资料库 有一个共通的语言就是SQL 无论你现在用哪一种 反正就是SQL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如何建立一个资料表哪些栏位 栏位的形态 这些都是基本的 另外的话怎么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这些都会提到 那利用这些方法大概就足够了 比如你要产生一个记事 那这个记事的话就create一个table 哪些栏位 哪些栏位 第一个栏位是编号 第二个栏位是内容 第三个栏位是日期 看第四个栏位 分date 如果你有很多 那里面栏位要放什么样的形态资料 你就是音色一笔 就一笔这样 再音色一笔 如果全部读出来 它就全部秀出来了 基本上的话大概会有这些 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基本上就是先看一下 有关Local Storage 这个部分 回去可以先把前面的那个练习 我是建议 回去有时间的话 把那个范例 最好是做一个综合性的练习 像之前有同学就是把它做一个什么 之前练习全部都把它放一起 放一个网站 或者放一个画面 然后一个一个的按钮 它那个做的还蛮好的 按下去 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那只是差别 它没有把那个 这个怎么做的 有没有 旁边你还可以多个按钮 显示程式嘛 对不对 跳出来 显示相关说明跳出来 那这样就更棒了 对不对 以后的话拿这个F 平常看就知道 这怎么做的 当然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都整理好的话 以后 要写F当然就轻松切意 可是 总要有人做 这个有点像是 怎么讲 就是 一个 种树一样 我常常想说 其实很多东西 是慢慢累积出来 不太可能一下子 所以像我云端上面东西 也是慢慢慢慢增加 有空的时候 就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呃 因为 真的很花时间 因为你要先 我要先把什么 整个东西先做出来 然后再把它切割 切割 切割 放上去啊 那很花时间的 比上课时间还更多 哦 当然你们也是一样 回去要实做啦 真的 如果有些东西 如果都很顺利的话 那你慢慢慢慢 后面要衔接 就会非常简单 哦 OK 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要先试试看 那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差不多了 不然今天 就 先讲到这里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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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